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春晚员讲坛 今天是2020年6月23号 节目开始之前 请大家点击订阅或点赞 你们的鼓励 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 谢谢大家 今天准备给大家讲一讲 果树的树形管理 因为我看到三个典型的图片 都是抬着十几米长的杆子 去采樱桃 去采五花果 去采香春 那采起来可费力了 也不容易 还有樱桃熟了 乌鸦来了 松鼠来了 为了防止乌鸦松鼠 荒雄的破坏 要盖网子 有一个朋友就告诉我 老师你说这个方法 不容易 我家花了四个小时 四个人 还好不容易 才好不容易 把那棵樱桃树盖起来 怎么办呢 其实 这都涉及到 果树的树形管理的问题 那树形管理呢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 也是一个非常长序的话题 我现在给大家看的这棵樱桃树 就是大家可以看 满枝头都是樱桃 没有哪一个枝头上没有樱桃 但是这个树形呢 它也就两笔高 伸手就可以栽着 要盖网也很容易 这个树形管理 是一个长久的管理问题 因为什么呢 它涉及到冬季的修剪管理 从修剪开始叫做造型 当然 那说得早一点 就是树才买回来起 小树的时候 就要对树进行造型 理想的造型 在院子里面 按英语的说法 就是manageable 那我本人的看法 就是2米5 2米5 再高了 就不方便了 你不管搭个梯子 加个网什么的 那始终都是麻烦 这2米5高 伸手可以栽 一个人盖网 都可以盖好 不用4个人 我们现在把这个镜头走远一点 就可以看 大家再看一看 当然根部不太好看 我给大家看着是看 看看这个 这棵树有12年了 在我这里栽12年了 我买回就是结果的 那就说它是20岁了 但是因为当时取土的话 它的主干死了 主干死了 那从旁边发出来一根小芽 培育起来以后 长成这样的 那这就是说 我们很多朋友家 如果有很高的樱桃树 只要是品种好 那下决心 强制回缩 造型是可行的 怎么强制回缩呢 到冬季落叶以后 这个把它扛矮到一米多高 为什么一米多高 因为果树都是嫁接的 你齐地扛出来 难受你扛到这个价接点以下了 那长出来的结果不好了 一米多高以后 那绝对不是嫁接点 它长出来的 还是嫁接过改良过的好品种 所以 扛到 肝口45度 到春天 3月份4月份发芽的时候 选择120度角度 留三个芽 多的芽全抹掉 然后这三个芽长出来 到第二年长一米多长的时候 再把它切断 到第三年 让它每个枝条再留三枝出来 那三三留九枝 这九枝出来以后 按照我这个果树的标准 三层枝条 那已经蛮多的枝条了 不要看这个树小小的 长量蛮多的 长量蛮多的 随便往那个角度 都没有空枝 很多樱桃 所以这是果树的树形的管理问题 就是做好三年时间的准备 把它重新造型 以后的话 任何往上涨的组织去掉 培养水平方向的结果值 这个水果长量就上去了 然后也做到可以是 可以这个避免动物的祸害 也就受得到了 我还发觉一个有气的现象 因为前几年我这个樱桃的话 这个短枝条多 那短枝条留下的果子不多 今年往水平枝条发展的话 水平枝条上 在一公尺多长的枝条上 全是果子 所以流水平结果值 这是对的 角度大的 找东西 把它拉下来 坠下来 增起这个枝条往水平方向180度方向发展 这样的话 它就比较理想 再一个的话 这棵樱桃树的话 它在的位置比较阴一点 表现方案是最好的 那也就是说我们在樱桃树可以选择光照条件稍微差一点环境 因为我已经发觉了 在这个光照条件好的那两棵的话 它开花早 有的时候恰恰碰到它开花的时候是雨水最多的时候 这一棵树的话 它开花稍微比那两棵晚一周 它刚好避开了这个雨水 开花的时候雨水最多的时候 它结果的时候 果子上 那两棵树的话 这个炸裂的果就比较多 这棵树的炸裂果基本没有 然后这个芳梅的果子极少 那两棵树情况就比较严重 所以我发现的第二点就是樱桃树可以栽在稍微硬一点的地方 当然到明年我准备试验樱桃的碧栽培 效果应该更好 谢谢大家的观看 有什么问题 请大家加我微信联系 1778-878-1219 谢谢大家的 extreme 谢谢大家的朋友